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来台湾创纪录 第十三集惊吓中的反应 2023 一片有黑 却掩盖不了西门丁 一盏又一盏灯光点亮了西门丁的夜 人潮乐聚越多 所汇聚而成的浩光 照耀助人潮中的局高校吹奏乐部 特别显眼也活力充沛 一举一动都是牵动着无数的心 熟悉的口哨声吹响了局高校行进表演也正式出发 精彩的舞步及音乐所激发的能量 沿路上欢呼声 鼓掌声不断 队伍最前面的起手们 上下左右旋转高抛不停的舞动住 观众也是惊呼连连 突然一名头戴安全帽 身穿灰色背心的中年男子 快速闯入并跑过骑手前面 此时一年级骑手 正要双手握骑向左挥舞 看到突然有人闯入 虽然受到惊吓 但马上反应过来 双手停顿一下 完美闪过 并继续行进 更是第一次有人闯入 安局高校行进队伍的记录 还好证明一年级起手 林薇胡乱的反应 可见局高校的训练是多么扎实